好 关于整起战争的一个最新的状况又是如何 我们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前往波兰会见了逃离国家的乌克兰难民 他脱口说出了俄罗斯总统普钦是筷子手 但是呢 法国总统马克宏不以为然 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会出现分歧的意见 我们马上连线给人在欧洲的德国的TVBS采访团队 刘婷婷以及洪复华请教婷婷 美国总统拜登在周六晚间离开波兰之前 发表了原污抗恶的演说 其中把普钦形容为屠夫 但就是这个形容词现在在欧洲社会引发非常多的分歧 有些人认为这个形容词非常的贴切恰当 但是呢 法国的总统马克宏却认为非常的不适当 更认为呢 这样子的字眼对于目前的战事毫无帮助 甚至呢 可能会让整个情况更加剧 他呢 是接受了法国电视台的采访 认为说呢 现在啊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 透过外交的手段 让这场战事能够停火 之后呢 由俄罗斯的军队撤出布克兰 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 切记呢 不能在言语或者是行为上面 会有出现让这整个局势更恶化的情况 所以呢 他是非常不认同拜登的行径的 那可以看到呢 马克宏也表示 他将会在周一或是周二与普琴通话 也期盼呢 能够跟欧罗斯这边来讨论 如何用人道救援的方式 让在马里乌坡尔的这些乌克兰的 乌克兰的民众呢 能够顺利的撤出 因为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马里乌坡尔 现在呢 也是被俄军轰炸的非常惨烈 所以可以看到呢 除了美方呢 他们透过实际的行动直接飞到波兰 来对外展现对乌克兰的支持 包括像是德国啊 法国这些国家 有了想尽办法来想办法来赶快的解决 目前战事的问题 主播 而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就表示了 由于俄罗斯回军入侵之后 未能够接管整个国家 所以现在试图把乌克兰一分为二 建立一个由莫斯科来控制的一个地区 那么现场呢 婷婷在欧洲 有掌握到这方面的讯息吗 请教婷婷 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已经超过一个月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打下汉控制整个国家 也让外界非常关心 俄军接下来的动向会是如何 那么可以看到呢 乌克兰的情报 当局呢 现在就表示了 不排除 甚至会研判 俄罗斯方面有可能会在乌克兰境内 划设一个由莫斯科管制的区域 这样子呢 等同于就像是 在乌克兰上面设置南北韩 那这样子的说法 其实过去都已经听说过了非常多次 但是呢 到底要怎么实践这块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乌克兰东部比较亲俄的势力 包括卢干刺客 还有盾内刺客 他们领导人呢 也跳出来表示 接下来呢 有预计可能 有办法在当地举行公投 让民众决定要不要加入俄罗斯 所以可以看到可以透过这一系列的方式 想尽办法就是要把这个 入侵的这个行动呢 合法化 合理化 但是呢 也让西方的国家非常的关心 因为等于说呢 如果乌克兰就真的对半切 一边呢 是比较亲俄 一边是比较亲西方式的话 说等同于像南北韩 或者是当年的东德西德的状况 那也等于说呢 冷战的帷幕是不是会在乌克兰再度上演 另外根据了乌克兰的军事网站报道 俄军方面日前首度利用了 新一代的龙卷风S多管的火箭系统 发射了新型的远程精准制导火箭炮 攻击的是乌东冲突区的 阿瓦迪夫卡地区的平民区 那要请教婷婷了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武器呢 乌克兰的军事网站揭露 俄军日前针对于乌东的平民地区 进行轰炸 采用的是新一代的龙卷风S多管火箭系统 这个轰炸造成了失误所防护被摧毁 也有多名平民死亡以及受伤 那这个消息一致出也引发外界哗然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武器 它是新一代 是它原本龙卷风S的改良版 那这个龙卷风S的多管火箭系统 它是有12个火箭管 它搭载的是300毫米口径的智慧火箭弹 射程是有120公里 而且如果是采用极数的杀伤模式 它可以同时间摧毁67公顷的面积 相等于是100个足球场杀伤的规模 还有杀伤力是相当大也相当惊人 不过在这场战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恶军也频频再度搬出过去比较少见的武器 想尽办法就是想要拿下乌克兰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也非常影响乌克兰境内 但是他们到现在还是顽强的抵抗 但是无论如何 恶军拿出这些武器 最无辜受害的还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